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4年8月24日第1334集B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香港哪有事?香港恩恩向荣 在我们这一集还正式开始之前在这里呼吁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 看广告就最好了 今天有空了,所以就出两集 第一集,就在讲美股动态的台积电 其实不是说别多人看的 希望如果你说想投资在美股,希望你们多光光光光照 因为拍这个影片 analyses不容易,希望大家帮个手 其实这一条影片里开始提到台积电有一位的观众留言 他就这么说的,想要博不如博Turas,五年升十倍好 Tesla我都喜欢的 只不过Tesla现在面对的困局 似乎如果是说风险度来说的话 你都知道,我都不是一些大胆的人 Tesla的股价波动比较大 我都是想银食 我是银中求胜,我不是想险中求胜 所以两者取其兴的话 我就会找台积电作为主要的投资对象 但是我不是不投资Tesla的 只要它跌回我合理的水平的话 小小的玩玩就没所谓的 但是如果是台积电,我和家人商量过 都觉得它好的话 那住宛就应该会落大一点的了 的确还是要看一下情况先 我们今天呢,讲完美股之后 回来讲我们香港的情况 今天我们的标题就是说 香港是欣欣向荣的,哪里有事啊 但是呢,这一集里面的内容 可能有些呢 就是和这个标题呢 可能有点出入的 如果你们一向都是看好香港的市场的话 也都知道香港是欣欣向荣的话 不想看到一些呢 后面和这个标题 不是有很相同的情况 虽然的话呢 你们现在呢 就应该要退出的了 不要再听下去 不要再看下去 因为再听下去看下去的话呢 我怕你们呢 听下去之后呢 又会觉得心不舒服 那就不好了 不过这些呢 全部都是事实来的 因为这些的报道 其实在早前已有的了 不是我自己作出来的 只不过我吵别人口水咩说的 那,其实呢 这个九龙仓的主席吴天海呢 我挺喜欢他说的 压韵的这一句话的 他说服尚买服尚 市场买市场 他说不要混合来讲 那这一句话呢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啦 我们当我们没什么智慧的 我们不懂他说什么的 总之呢 就觉得这一句话呢 就挺有趣 也挺好玩 那你至于你领会到多少 那你自己去领会多少 就行了 是不是? 好了,那其实呢 我们香港呢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 根据我们港府那些官员来看的话呢 我相信呢 我今天的标题 或者我今天的封面呢 看到那些正经的人物啦 或者政治人物啦 我们香港的高官啦 那其实他们个个呢 都是看得我们香港呢 是非常之好的 那其实这个夜奔纷呢 都搞了一段时间的啦 那我就绝对没有参与的 因为呢 现在 自从有了疫情之后呢 我生活态度都改变了的了 真是喜欢晚上回家哦 真是不喜欢去逛夜街哦 所以那夜奔纷呢 你现在靠我呢 就死得了 不过如果有些人继续 都是喜欢是晚上出街的话呢 不妨在那里留言告诉我 在每一个地区里面的夜奔纷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带往股市 或者带往那个楼市也好 呃 整个市场也好 怎么都好啦 总之是热闹的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因为呢 我现在已经很少出夜街的了 那其实呢 很少出夜街呢 不要紧的 最紧的是我们一批的官员呢 都是相信呢 我们香港呢 明天会更好嘛 那我早前呢 看到这个林建峰就是哭的 那有些的观众朋友呢 就留言说 哎呀其实他是喜极而泣的 所以呢就是开心到飙眼泪的 那我想一下 咦又好像有道理哦 是吧 就是我们就是看一张图片 有没有任何的字句的话 我们可以很多解释的嘛 哭都可以是开心的哭的嘛 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标题来说 那我们香港呢 那我们香港呢 今时今日 现在还是不是很行呢 我觉得 都还是行的 因为呢 我们不可以唱衰香港的嘛 我们一定要说香港好的 那到底香港怎么好呢 那有些实情呢 就发生了 但是这些实情呢 和我们香港经济有没有关系呢 可能没有关系哦 纯粹呢 我个人呢 见到这些文章 你就知道啦 我一向呢 都喜欢草一些新闻的嘛 草草埋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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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的 是来自不同的香港的经营的板块的 那大家听一听啦 那其中有一间呢 就是叫做连锁的家事店 就是买家事的 实惠嘛 那这间呢 经营了很多年的 在北角啊 和这个坚尼地城的分店呢 近日呢都分别这样结业的 那实惠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就是在这个2002年呢 那时候开的店铺的门市部呢 大概是25间的 不过截至到今个月的 8月23日为止啦 那现在呢 全线的店铺呢 就剩下14间 所以呢 这个规模呢 就缩少了呢 就差不多一半 那当然当然要问 这个实惠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那他就回应这样说的 他说呢 目前呢 经济低迷啦 消费者信心呢 受到严重的影响 记住是严重的影响 加上市民呢 北上啦 或者是出国旅游啦 这些已经是一个新常态的啦 所以呢 是影响到本地的零售的销程的 而且呢 因为要配合呢 那个经济环境的调动的策略的性啦 所以呢 所以呢集团呢 现在想想一下呢 哎呀 在不同的店铺和地区方面呢 都要看一个成本效益的 就是说 如果蝕那些呢 那做到 真是 约期到啦 那根本就不可能再继约 或者是个业主不肯减租金的话 那索性呢 不如收拾它就算啦 那他们就这样说啦 那有些学者呢 就这样说的 他说呢 本地的家私店结业潮呢 就应该是预期之内的啦 那为什么呢 因为部分的香港人呢 现在很懂得呢 怎样去省钱的啦 那怎样省钱呢 没有啊 就直接找大陆那些的 呃内地的厂房咯 是不是呢 甚至可以在淘宝那里呢 是预订这些家私的嘛 所以在香港做这些家私店呢 生意跌呢 是必然受损的啦 所以呢 他说有些人呢 就在这个实惠那里看完啦 试完之后呢 跟着走到淘宝那里买 哇 省了一大部分啦 他说这样搞法做不死 那这个效应呢 我朋友也有说过 因为我朋友呢 都是做那些 叫做什么 体育用品 那些门市部的 那他说呢 有些情况之后呢 那些人真的来试东西而已 试东西是不会买的 但是你给不给他试呢 你不可以不给他试的嘛 不给他试呢 就连生意都没有 但是给他试呢 他也都未必会买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事实来的 那我们的结论呢 就是这样说啦 可能实惠的家私不行啦 根本就跟香港经济没关的嘛 是你自己做得不好而已 是不是呢 就是根据我 根据政府官员那种的说法呢 就应该就说 诶实惠你的家私不行啦 人家北上的家私 比你比你便宜比你便宜比你 那你没有竞争力嘛 那不关我们香港经济事的 这些应该是个别事件的 好了 另外啦 通理琴行 大家听得多啦 那这个铺头的结业潮呢 就杀到去琴行啦 那也都受到影响啦 超过七十年历史的通理琴行啦 那最近呢 在这个西宝城和奥海城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应该是 比较有钱些的人住的地方来的 不过这两间分店呢都宣布呢 是要结业的 那么门市的数目呢 目前呢 是减少到只剩19间 咦都不错啊 都不错啊 都不是很差而已 还有19间啊 对不对 那么通理琴行的老板呢 叫做李子文家族啦 那么其实他拥有不少的自治物业的 那么他都算了的啊 这个李氏家族啊 他在这个2020年呢 就沽出了这个尖沙咀金马轮道6号 传动呢 就给了这个永伦集团 也都套映了近3.7亿元 那叻仔啦 啊 在最高峰的时候呢 散水 拿着那3.7亿元 放在银行收息 哎呀 好过开通理啦 那么通理其实这间的琴行呢 已经开了很多年历史的啦 由1953年呢 是创立到现在的 那么啊 其实这些这样的乐器呢 都是一些 呃 或多或少呢 都是跟这些 中产阶级的人士有关的嘛 不过呢 部分人士呢 就总结呢 就是为什么会结业呢 就是因为近年呢 中产人士呢 就移民潮啊 那么啊 这些中产的家庭呢 都流失了 那么所以呢 就令到这些中产的女 就是子女啊 和这些乐器的需求呢 就减少了的 那所以就有这个情况啦 那如果是政府官员的话呢 我都会不同意这样说的 我会觉得呢 通理琴行 哎呀 开了这么多年 1953年到现在 老饼啦 是不是呢 所以呢 不关我们香港经济事的 我们香港经济 依然是欣欣向门的 如果他们做得不好的话呢 只不过他们太老了 太旧了 也都没有创新 所以呢 那些人呢 不喜欢买他们的乐器 所以呢 他们呢 呃有些店铺要关门大吉啦 结业呢 是他们的事而已 和我们香港的经济呢 是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的 哎 这样说的结语 不知道大家又接不接受得到呢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另一个版块 有时呢 没有公开呢 那都可以去见一下新的 不过呢 我健身呢 就不用钱的 那不会去这些这样叫做 Puranet Fitness 这些店铺呢 就是做健身的 不过呢 这间店铺呢 现在都麻烦了 因为呢 听说呢 是拖欠租金啊 那你都知道了 拖欠得这些租金的话呢 那当然是给个业主告的啦 那现在呢 听说的涉及的款项呢 就高达呢 就是1270万 哇 似乎都应该很久呢 是没交租的啦 那当中呢 是还没包括利息在内的 好了 那这个叫做Pure Group 的 健身中心 那他呢 就在2002年呢 就在香港成立的 那应该呢 就是比较呢 是高档一些 或者是起码 中产级级以上的人线呢 才会去那里做的 那当时呢 是一间 那些叫做 儒家的工作室啦 那后来呢 就变成现在全球呢 有42间的店铺 那应该都是一间很大间的 好了 分析所说呢 就是这个诉讼呢 就是这个诉讼呢 会引起业主呢 对这个租户潜在流动性风险呢 就会担忧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叫做Pure Group呢 其实他在不同的大庭集团的旗下的商场呢 都有租到这些这样的中心的 那目前呢 譬如说在这个欺慎卿业啦 那里有租过啦 在这个新世界发展也有租啦 新地啦 太古地产呢 都是有这些这样的 在他们物业里面呢 是经营这些这样的健身房的 那现在呢 一个不还钱 那当然 不单止是一个 业主乃义啦 应该其他都乃义的啦 这些球场啊 跑下步啊 那一样呢 都可以见到新的 而且是免费的 那所以呢 经济效益来说呢 就应该呢 就是这样做咯 就不去这些地方咯 那别人就说 哎呦 可能又是中产阶级啊 移民啊 走了啊 或者这些可能是外国去的多啊 那现在香港都没有什么外国了 那所以呢 就令到这一家公司呢 就是经营上可能有些困难啦 那其实在我们的香港经济里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香港没有外国了嘛 我们还有很多人财下来的 我们有很大军的 内地那些高财通的人士的 他们年薪250万的 他们正在下来的咯 是这个Pure Group呢 他们等不及的嘛 那如果等得及的话 合口味的 那迟些这些250万年薪的那些人士 他们就自然会加入咯 那加入了他们的话 那这家店铺就可以起死回生咯 所以呢 实力的东西呢 就是他们自己没有实力而已 所以呢 现在现在欠人家租 不过呢 欠人家租的话呢 应该看怕呢 离开枝离结热的水平呢 应该都不会太过远的啦 好了 另外呢 讲下食物啦 好吗 食物方面呢 道香啦 道香喜欢不喜欢呢 我挺喜欢道香 不过我这朋友呢 就不是很喜欢道香的 那我都问他们为什么呢 道香的质量呢 没有那么好啊 譬如海港会好些哦 他们这么说 那道香控股啦 这一家公司呢 就截至到六月底呢 就公布这个中期月积啦 他说股东应佔日利呢 咦有钱赚的哈 赚了402万 哇半年啊 那么大一家公司上市 都是赚了402万 那么按年呢 就是 跌下来呢 就不见了88% 那么每股的基础盈利呢 就只有0.4仙 所以呢 就不派中期息 那都预了啦 只赚了1仙都不够 是不是 那么这个集团呢 就指出啦 就问他 喂 为什么生意做成这样的啊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说的 那些质量不好 所以别人不来光顺而已 那他说不是哦 他又赖了什么呢 他说喂 就是香港啊 那些人啊 北上消费啊 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 还是持续的啊 哎呀 还有每逢周末啊 长假期啊 这班人啊 上去的 上大陆的多 在大陆下来的香港又少 两者之间的差距成十万人 就是说呢 香港可能呢 上了二十万人上大陆 跟着才有十万人下来 我们香港 那其实呢 打回云的话呢 都是虚张的嘛 是不是 所以加上他说 现在香港人的消费模式呢 转变了啦 那就当然啦 你说搵食容易 我又不觉得容易了 你说搵食困难的话 那我们又不能唱衰 香港说搵食困难的嘛 那就当他没有困难咯 那如果没有困难的话 就只能够说的就是我们的消费目色呢 是改变了 加上呢 因为我们香港呢 人工贵啊 所以呢 成本压力又大啦 所以就令到这一家 度香公司 最后就是 受到冲击咯 所以赚钱 就只有402万咯 那他说 其实呢 现在的盈利额都下跌了 不过有些呢 可能比较高档一些 或者主持这些 经营婚礼啊 宴会那些企业呢 就可能呢 这些地方呢 就可能会好些咯 但是如果是日常 老百姓生活上的 饮茶等等的东西呢 那就会差了些 那这些差呢 都是那句咯 可能我朋友说得对咯 我度香的质量不好咯 唯有这样去赖咯 跟经济完全没关的 我们香港经济呢 一样是这个什么 恩恩向荣啊 一样呢 就是北望神州 没问题的 因为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 有钱和有才能的人呢 年薪250万呢 年薪的人呢 就是在下来我们香港的 我们等一等 运就会到的了 讲完这个饮食啦 不如讲一下娱乐啦 那就要看电影了咯 哎呀 最近呢我们的戏院呢 又是出现了这个结业潮啊 那听说这个银刀娱乐旗下的 这个九龙城的影艺戏院呢 就宣告呢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 就是这个8月26日呢 就会是约满呢 就会是不努力了 那就宣布结业了 那已经成为今年呢 第六间呢 就是结业了的戏院了 哎 不过呢 多个香奴 多个鬼啦 少了多点 少了些戏院的话呢 那剩下来的戏院 生意就好了咯 所以我们经济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了 那这个九龙城的影艺戏院呢 所在地呢 就是这个九龙城广场啦 不过呢 就听说在曾经在2020年呢 就获批准重建成为两栋的商住的大楼的 好了 那么这个九龙城影艺呢 这个戏院呢 其实在2019年呢 就是接手这个叫做UA九龙城的 那么这个戏院呢 其实呢 现在呢 就是这个所在地啊 这个九龙城广场啦 现在呢 已经是成为这个中资财团持有的了 那么最近呢 就申请了啦 听说呢 要建呢 就是大概会供应到851个单位的 那也有商场的 那所以就要结业咯 那这些呢 不关事的 只不过是快地收回来的 不过呢 如果这样说的话 就是收拾一下有一间 那譬如好像在这个家和的启德戏院呢 又收拾了啦 那铜锣湾的总统戏院啦 九龙湾的国际展贸中心啦 那个Cinema City啦 那这些呢 或者是朗豪方那间啦 都是说要结业的 那这样结业的话 是不是真的没什么戏好播啊 是不是 又或者呢 真的没什么人看电影啊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不过呢 应该就和经济呢 就没直接关系的 好了 另外呢 百佳呢 又听说有一个地方有结业咯 在西九龙中心咯 坚定楼啊 另外呢 还有一些日本的面包店啦 Pennage啦 那 那 都是三间分店呢 都是要结业的 那么 听上去看看怎么说 因为近期呢 其实这些连锁的店呢 食店呢 都不少的 譬如这个Outback啦 薩利亚 我都听过啦 最近啦 那海王足店呢 就少听啦 不过呢 和这个日本的面包店呢 都说要倒閉了 那另外呢 就说这个 这个湾仔的太原街这个玩具店呢 都先后呢 要结业啦 那现在谁玩玩具的啊 小孩子两三岁都懂得拿着手机啦 还玩这些玩具吗 所以玩具倒闭呢 是因为过时而已 也都和经济呢 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这里的报章说 就是说各行各业呢 都好像陷入这个经营困难喔 但是他们不懂得变通而已 懂得变通的话 就继续留在这个市场咯 是不是呢 香港呢 我们一直来呢 都是看得他不错的 是不是 那网传呢 就流传呢 就说 有个大型的超级市场 百佳呢 位于这个西九龙中心的分店呢 听说呢 在8月25日 啊?很快去的咯 就会结业的咯 那就不知建定留了 如果你们住在那附近的话 不妨讲一讲啦 因为那些人就说 蛤?不会吧 因为这间店铺子很多人光顺的咯 那也要结业 而且有些人说呢 就是百佳呢 其实之前百佳未进驻之前呢 就是违康的 不过违康好像做得不好的 后来呢 就被百佳拿了 那现在呢 百佳又倒闭的话 那些人又怕了咯 怕了咯 哎呀怕又违康又回来 那怎么办啊 这么说 不过怎么都好 这些呢都是那些商业决定来的咯 和我们经济呢 一点都无关的 我们香港经济 一向都是恩恩向荣的 除了我们香港底子口之外呢 其实呢 咯 还有外来的帮助的 所以呢 我们香港的未来日子里面呢 好日子即将来临 那怎么说呢 那因为呢 在最近呢 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局主席 鲍威尔 那他在一个会议上面呢 就发表了一个 减息的宣言 哇 是不是很开心呢 一听见减息喔 那他指出了 他说通胀呢 可以持续呢 就应该回落到2% 那这个呢 他说他信心加强了的 就是说通胀呢 是会慢慢回落的 虽然现在呢 大概都还有3% 但是 3%和2% 差1%而已 所以呢 没什么问题的 劳动市场方面呢 也都慢慢降温了 那就是说呢 现在是时候呢 是需要去减息呢 就会令到这个劳动市场呢 就是带动起来 因为现在看来呢 这个鲍威尔呢 就对这个通胀呢 就没那么紧张 反而呢 就对这个劳动市场 就是那些人 如果找不到工作做的话呢 反而呢 就索性呢 不如时机到的话 就减息咯 那减息咯 那减息的话 就帮助到大家咯 那美股呢 率先响应了啦 你看这个杜瓊斯指数啊 前那段时间 最高峰的时候 应该是4138点的 呢 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已经41175点了 已经呢 所有之前说 哎呀 会很惨啊 什么呢 那已经回回来 应该没什么事的咯 那纳斯达克指数呢 也做得很英俊啦 所以如果这段时间 你们有买到这个美股的话呢 理论上都有斩获的咯 是吧 应该有啦 所以大家放心啦 那当然啦 这个美国减息 就是香港要减息咯 那香港减息的话 你还怕这个恒生指数不升上去 那恒生指数呢 就现在在做17612点啦 那如果在9月份 真的可以减息的话呢 理量上可以升上18000点啊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 我们香港呢 没有信心问题的 我们香港信心一向都有的啦 所以呢 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啦 升上去应该OK的 那所以 那 有了这个外来势力帮助我们的话 那我们香港还有什么好惊啊 恩恩向荣啦 对不对 所以呢我都见星期五呢 这个新义网的股价呢 一度升到上去3.3 那我当然是排队沽出去啦 那沽不到啦 一股都沽不到出去 那最后呢 收市的时候跌下来 那就没办法啦 唯有等下次机会啦 不过说明啊 这次沽货呢 我不是看差香港经济啊 我对香港经济很有信心的啊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愿而已 跟这个信心问题呢 是完全没关系的 所以呢我经常都这么说的 我们香港呢 以前叫东方之珠啦 但是现在啞了色啦 所以呢我们要改个名字 我们不要叫东方之珠 我们呢 要改个劲一点的名字 叫什么呀 东方不败嘛 我们香港都没衰过的 你看下 哪个看淡香港 就好像李泽他说的啦 哪个敢抖香港呢 未来会坏的话呢 个个都会输的 那我当然是不想输那个啦 所以我就觉得 香港应该前途无可限量啦 好了 这一集讲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大家啦